大家敲碗敲得很久 林志堅終於要出來面對了 來看他怎麼回應 內容農場的錯誤資訊 來洋裝是新聞網站 來影射林市長有不乏的情勢 這三部曲都有個共同的特徵 都是虛構 都是惡意抹黑 惡意誤導 惡意扭曲 我想林市長的論文 在2018年2020年兩次的選舉 都被對手提出來大做文章 但最後都查無不乏 為了以正視聽 林市長面對這樣 國民黨無所不用其極的人格抹滅 林市長今天親自召開記者會 我們無法容忍 那麼接下來就有請林市長 來親自向各位說明 各位媒體朋友午安 好 我必須要對於國民黨今天 用這樣一個抹黑的奧布 透過扭曲的方式 侮辱我的人格 表達一個很嚴正的譴責 那我也因為每一次選舉 對手都會把我多年前 在此進修的論文 拿出來做惡意的攻擊 我感到非常非常的痛心跟遺憾 民主選舉應該是正面訴求 我在這幾天不斷的提出 希望這是一場君子之爭 我希望的是端出牛肉透過政見 透過政績的方式來贏得民眾的支持 那相關論文 其實在2018年2020年的選舉 都有不同的政黨提出 這個攻擊跟抹黑 那我和教授過去也都有做過相關的澄清 這個絕對沒有問題 那國民黨因為我要參選桃園市長 想要拂選張善政 炮製林志堅版的宇昌案 企圖毀掉我和相關的老師的聲譽 我覺得無法接受 那我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念台大國發所 在職這個碩士的論文的部分 那麼我念台大國發所 是我擔任議員期間 那我是在論文發表 是在我這個當選市長 這段期間 所以這時間序我必須先說明一下 當然稍後也會有一個 更詳細的時間序的一個表給大家 那麼我在台大的這個碩論題目裡面 講的是三人競選之中 槓桿者的政治社會基礎及其影響 以我自己2014年的選舉為例 那麼國民黨說的另外一位 余正煌先生的碩論 那個是也是2014年新竹市選舉研究 不過他提的是林志堅勝選的政治社會基礎 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兩個人的論文是一樣的是 以2014年新竹市長的選舉為例 但我何愚先生 我們雖然都是台大國法所 修讀相關老師的課程 不過兩人的論文彼此存在是 主題不同 研究對象也不同 結論不同 這是三個不同 天差地別 天差地別 那我先講主題不同 我的碩論研究的是台灣選舉裡面 經常出現的這種所謂的 沙喀都的現象 那特別探討 沙喀都當中無法勝選 卻能夠左右這個選情槓桿者 以及沙喀都現象的成因 還有選民的特質 那麼在2014年市長的選舉 和2016年新竹區域立委選舉 看到沙喀都這個現象 那我以自己設計的問卷收集的 一手的民調資料作為分析的依據 那麼余正煌先生 余先生的論文主題 是探討林志堅 就是我個人勝選的因素 那2014年我勝選之後 大家都知道 那一場選舉 我的選舉普遍不被看好 所以當我勝選之後 台大國發所的老師 還有同學或學弟妹 對於選情的變化覺得 值得探討跟研究 所以余先生透過人的介紹 向我借了一手的民調資料 並完成了這個論文 好 現在疫情持續緊繃 推薦給大家可以使用 我們旺旺水神的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如果您的空間比較大 大概有8坪的話 那麼可以選擇這一組 好 如果你會說 你的空間比較小 推薦給大家另外一組 80mol的容量的霧化器 在哪裡購買呢 就是到我們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能夠買得到